嗨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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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拜登在 Time 雜誌的專訪裡面 他的內容 資料也太可怕了吧 裡面中間居然有一段事 他跟習近平兩個人私下對話 習近平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亞太搞這麼多事情 你為什麼要跟日本 做這麼多的訓練 你為什麼要讓日本的 所謂的國防預算 增加到3%以上 你為什麼要讓日本跟韓國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到 拜登怎麼跟他講 拜登說我的理由只有很簡單 我要確保一件事情 他要確保什麼 確保習近平不願意 不能也不會改變現狀 沒錯 在Time時代的這個專訪裡面來說的話 他講到習近平這個人 他就說呢 我跟習近平已經相處了 比任何世界領導人都多 他有90 hours 就是跟他單獨的這個相處 然後他說 我們兩個從我當副總統來 有非常candid relationship 就是我們兩個關係非常坦诚 所以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結果你要說 他怎麼跟他回答呢 他說 I say the simple reason I'm doing those things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that you are not abl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y 這 status quo就是現狀 你沒辦法改變任何現狀 你不能 而且你也沒辦法改變任何現狀 他跟習近平講得這麼直白 所以他就說 因為我跟他很坦诚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嗆了 就是這樣子一段話 所以等於是說 他是真的非常直接的跟習近平說 我要讓你 不能 你也沒辦法改變現狀 而且現在大家只注意到說 在整個亞太形狀下 你弄了亞庫斯 你今天弄了一個等於說四方的同盟 你今天等於說在日本跟韓國之間 你弄了一個軍事的力量 去壓制中國 但是還有一個更關鍵的 那是台灣啊 那台灣今天我們看到 顧力行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現在呢 你現在部隊你不用再用刺槍術了 你現在也不用踢正部了 其實過去蔡英文就一直告邱國正講 不要再搞這些東西了 看他們一直這些老軍頭一直改不了 就換了文人部長 馬上就改了 而改了之後 你說其實這是國軍訓練 天大地大的改變 對 沒錯 實際上美國目前為止的重點是這樣 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 提升你台灣成為是印太 或亞太戰區 能夠嚇阻中國的一環 所以過去很多科目 我跟你講我們未來可能 我們國軍的編制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兵海多戰團 類似這樣的這個編制 未來可能都要朝美軍的這個編制方式 再來就是說 他未來有很多傳統的這個刺槍術啦 沒有必要的 我們就不要做了 但是很多有必要的 我們可能還要再做 所以以前我們是刺槍術 殺殺殺殺 他現在不是了 他現在是晉升搏擊了 要真正在戰場上用得到了 我們才會用 譬如說有人在踢正部這種 以後都不用踢正部了 那些不需要的都不要用 那譬如說我們的這個 和聲化的這個相關的訓練 或是上幹救護的相關訓練 每個人都要會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就是 比較朝美軍訓練的方式 而且你以後休假 也不用回報啦 就直接休假啦 我們只要這個定期去審 審托你到什麼地方去 或是你有沒有做什麼事 這樣就好了 給官兵你用休假 去休假這樣一個狀況嘛 不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當過中華民國 這個受惠牌照 我非常清楚是 現在為什麼要刺槍術 為什麼要踢正部 因為這些阿兵哥 我跟你講這些領導人 這些執刑官 這些老巨頭什麼都不會 今天你叫他們替正部 你叫他們刺槍 最好的工作是 當軍官 當執行 最怕阿兵哥沒事幹 今天我只要發現 阿兵哥沒事幹的時候 我就開始刺槍術 我就開始替正部 我就開始清槍保養 我就已經把時間給浪費掉了 對 沒錯 所以未來我們的國軍訓練 會完全跟過去 不太一樣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我們台灣 一定要提升我們 自我的這個防衛能力 事實上除了他當面 跟習近平嗆瞎之外 他還說呢 我最近做了非常多事情 他說我們已經領導50個國家 而且這50個國家呢 好像劍指中國的意願非常多 他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說你看 我已經把日本呢 要求他把這個GDP3% 用來做這個國防的經費 另外一個 在亞太的時候 如果日韓兩個不能夠和解的話 那你怎麼對抗中國呢 我都讓他們兩個和解了 另外還說什麼 我們目前還選出 組建什麼 阿庫斯聯盟 資方聯盟 另外我把日本跟菲律賓呢 也納入我們的這個 安保體系的一環 所以你看現在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都是劍指這個中國啊 所以我要讓中國不能也不會改變現狀 我已經佈局這麼久了 對 你看 你看 香格里拉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或是說日韓 日韓兩個國家的防長 已經能夠手牽手 至少這個過去可能看不到 再來就是說你看 日本的 美國的這個冰海作戰團 已經來到沖繩這個地方 那甚至未來呢 他們也會訓練日本相關的這個軍隊 另外包括美飛也肩命肩軍演 然後還有這個周倫斯基 也來訪問小馬可氏 這些動作都是怎樣 讓這個美日菲律賓 還有亞太的盟軍呢 更加的這個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而且你常常講說 美國每次打的都是打組合圈 美國不會說一拳打完 它就沒有下一步了 對 他在接受《世代雜誌》專訪之後 我剛剛講的 今天就突然非常耐人詢問的是 把F-16的這個所謂的備品 F-16的零件 甚至把F-16維修的設備賣給台灣 他特別強調是從美國的軍方的軍庫 倉庫裡面挪過來 這個待會兒我們就好好的解讀 另外一個就是他這些話講完了以後 而且是要確保中國不會改變現狀的時候 他居然把B-1B轟炸機帶來了 對 B-1B轟炸機不但帶來了 他把JDSM的專地彈也帶來了 對沒錯 事實上在這個拜登接受媒體訪問的 這個沒多久的這個時間裡面來說 美國的B-1B就在6月5號的時候抵達南韓 然後進行這個美韓空軍聯合軍演的這個 這個聯合軍演 然後當然韓國也出動非常多 那他們這次B-1B還投了這個JDAM的這個飛彈 就是直接攻擊型的這個飛彈 這樣直接丟棄下來 這個當然有專地的這個功能 你看他們這個畫面都把它釋放出來的一個狀況 然後丟了大概500磅左右的這個炸彈 對 B-1B是一個非常可怕 它比戰鬥機還快的轟炸機 對 而且它是萊塢引去無蹤 它叫做死亡天鵝 這個韓國媒體這樣稱它 好 那我們就講為什麼它那麼厲害呢 第一個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不論美國在轟炸 譬如說在今年2月3號的時候 他們從美國的空軍基地起飛之後 飛到中東 就沒多久之後 他們就在伊拉克還有敘利亞 不是丟了這個85個相關的目標嗎 這就是由B-1B來負責的 那為什麼B-1B那麼厲害呢 第一個 它在沒有加油的狀況之下 它可以飛約莫是4828公尺 幾乎很多地方它都完全可以涵蓋 再來就是說它可以攜帶 四萬兩千磅的炸彈 而且非常精準的炸彈 這個載彈量非常大 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的飛行速度相當快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把它派到日本 或派到韓國來說 它可以很快的時間 就可以進去中國去轟炸你 所以這個B-1B可能 雖然說它不像這個B-2B那些 或是B-2B那些有隱形的功能 但是它的載彈量 是比他們殺傷力更大的 所以他說 剛剛講 它的飛行速度非常的快 它根本等於說 我只要F-35把前門踹開以後 我衝進去你擋都擋不了 所以現在國際媒體就說 川普不是說了一句嗎 就是你趕剛台灣的時候 我就要轟炸你嘛 那我們轟炸北京這件事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國際媒體說 還可能是真的 為什麼 第一個 目前為止來說 在韓國跟日本這邊來說 都有美軍的F-35 或是日本的F-35 保證F-35是不是很快 就可以進去踹門 進去踹門的時候 你看 為什麼我們說 北京非常恐懼呢 目前中國最強大的飛機是什麼 殲-20 但是殲-20在說 照理說如果它要統一台灣的話 應該把殲-20放在南部啊 放在南海這個地方 還不然呢 殲-20都沒有放在南海 殲-20要嘛 目前有兩個大隊 一個放在這個遼寧的安山 另外一個在山東取附 也就是說都在這個地方 保衛經濟要地 對 所以為什麼 因為它怕你這個 真的要攻擊的時候 你F-35來 踹開門之後 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這裡面有殲-20 在這邊防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整個防衛體系裡面 它最害怕的 就是日本跟韓國的這個殲-20 然後第二個是 飛彈 因為目前為止 美軍跟這個日本有非常多 包括標2-4的這個飛彈 或是戰斧飛彈 日本不是跟美國 買了非常多的戰斧飛彈嗎 它也可以快速的 就打到這個北京 甚至目前為止 美國不是有這個提風系統嗎 提風系統來說 4月已經來到菲律賓 未來搞不好 提風也可以搬到日本或韓國 這個對北京的殺傷力會相當大 所以這樣 他們可以說 而且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還有F-35 F-22 美國的驅逐艦 還有這個美國的 這個導彈的這個潛艇 一大堆 完全可以轟炸你 然後你呢 好 那你有什麼 你就只有殲-20 好 那你說沒有啊 我有這個防空系統 問題是我們現在不是講嗎 它的薩姆300 薩姆400 紅旗9 完全都沒用 所以等於是說 你現在是幾乎是 我只有殲-20 能夠防制你的這個F-35之外 其他的幾乎是毫無辦法的一個狀況 而且它非常可怕的是 現在剛剛講 你不管F-35或者F-18 它都可以怎麼在 都是一馬赫以上 都是超音速的 是 他們現在不管從韓國起飛 從日本起飛 他們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到北京上空了 對 所以他們只能夠用這個殲-20 他們號稱的這個 這個最強戰機跟你對抗 好 那事實上 美國還有把它標示出來 你看他們都有非常多 這個公司這樣的基地 比如說一旦攻擊的時候 我要攻擊什麼 部署這個殲-20殲-16的主要機場 我把它摧毀掉 然後這個中國航天科技 其他一系列的東西 我都把它完全摧毀掉 你的研發中心也被你打掉 對 然後包括說幾大太空 這個發射中心 監測中心 也都把你打掉 然後還有重要的這個設施 包括說什麼 你很多的海軍基地 空軍基地 我都要全部把你打掉 所以其實美軍都有做一個 非常完整的想定 就是我跟你一 假設我真的要轟炸你的時候 我要轟炸你哪些目標 我要轟炸哪些具體的設施 我都把它標定得非常清楚 而且現在傳出一個軍艦的內幕 也就是台灣之前不是講 我們的F-16V 等於說用我們的所謂的鳳凰夾艙 鎖定什麼 鎖定你的殲-16 鎖定你的轟-6 結果這個照片 它是什麼 送到誰的手上 送到王滬林的手上 他說王滬林看著這個照片 嚇死了 對 沒錯 實際上這個照片來說的話 是美國在 這個我們應該 我們取得美方的同意之下 我們就流出了這個照片 流出了這個照片來說的話 聽說啦 這個中國的高層看到 嚇得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的狀況嗎 完全被鎖定了 對 完全被鎖定 而且他們似乎是完全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新的這個電站夾艙鎖 鎖定它 用這個所謂的紅外線 用這個雷射鎖定它的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就最近當然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國的國家安全合作署 公布了對台的這個軍售 它裡面軍售 我就講過嘛 F16的標準設備 還有維修零件 然後還有消耗品 還有配件 還有相關的這個承包工程 另外還有包括說 非標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零組件 都完全給了 這個設備都給了 對 總金額是 約莫是3.3億美金左右的狀況 而且它裡面有講到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這一次的出貨 是由美國空軍的相關的這個倉儲 就直接出貨到台灣去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台灣跟美國的這個軍事合作的關係 還似乎也在升溫之中 所以告訴你說 拜登的話 絕對不是隨便說說的 他真的是有身體力行 聽不懂 拜登真的當著習近平的面 直接跟他講 因為習近平就非常的好奇說 你美國在這邊東西幹嘛 你根本搞了一個阿褲子 你今天幹嘛跟菲律賓 你今天幹嘛日本 你今天韓國不在那搞軍業 你不在包圍某嗎 拜登說因為我跟他有90個小時的見面 我們有非常強的信任的關係 所以我就直白的跟他講 我只要確保一件事情 我要確保你不會也不會也不能 改變現狀 他要整個中國不要輕舉妄動 對 拜登就是在習近平面前講真話 直接告訴你說我為什麼要這樣搞 其實這樣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結盟 因為國際關係當中很重要 就是要對付對方來講的話 我就是結盟來對付你 遠交進攻 為什麼要結盟來對付你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軍國主義 你的擴張 所以可能造成所謂的 亞太地區的一個情勢的變遷 那形成所謂的維持現狀被破壞 所以我們為他鞏固這個現狀 所以拜登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拜登還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之前的話習近平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制裁我的晶片 其實拜登也跟他講說 因為我怕你做壞事 所以直接跟他講 所以代表說在拜登心理當中 中國是會做壞事 我給你帶高科技的東西 習近平問他你為什麼要制裁我的晶片 我怕你做壞事 所以他講得非常明白 那其實對拜登來講的話 他今天先撇開他內部的競選 跟川普競爭競爭 他為什麼一步一步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美國維持霸權地位來講的話 第一個供應鏈 所有的供應鏈來講 要跟中國切斷 然後我因為要分敵我彼此 分敵我彼此的時候 就必須要切斷這個事情 但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給你警告了 如果你不回應我的話 你還持續在搞你的事情 而且在破壞現狀 你看最近來講 他對菲律賓這個樣子 他對印度 然後對日本的這個樣子來講的話 對派登來講 他很確定 你就是在破壞現狀 所以我為什麼要開始 節目這關 特別是在台灣 你知道嗎 孤立雄他做這些事情 我認為 你想想看 取消次相處 取消踢證步 那阿兵哥就很多時間 阿兵哥很多時間要在幹嘛 你要學什麼 就在學美國的技能 所以為什麼會美國叫官到台灣來 而且美國要求中國不要輕舉妄鬥 不只是說他拉帮結派對付中國 現在連把手伸到台灣 是越來越清楚了 接觸了剛剛講的F16的備品設備 現在是賣給台灣 這不足為奇 因為我們買了你的武器 本來就可以買你的備品 更誇張的是 你直接從美國的軍火庫 從美國空軍的武器庫 直接掉過來 掉過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互通有無 另外就是透過孤立雄 以前我們聽到的消息是說 蔡英文早就要改了 可是邱國正這些人就是不肯改 換了孤立雄了以後就代表 美國對你台灣的訓練都有意見了 對啊 沒有錯 你看我們的空軍的F16 現在來講的話 2022年曾經跟美國買過 F16相關的備品民主艦 但是現在2024年又給他買 結果這一次的新聞稿當中 特別出現了一段文字非常有趣 他是說這些備品 將會從美國的空軍的軍火庫當中 轉移到台灣來 這有什麼特別呢 從來以前都沒有過的 以前來講的話可能就是 廠商 軍火商 生產完之後就送到台灣來 但是現在是直接 從美國的軍火庫當中掉貨 那你想想看 從美國的庫存 對 美國庫存掉過來之後 那美國庫存呢 不就是少了幾個零組件嗎 那少了零組件他怎麼辦呢 他必須要找廠商再去補 所以什麼意思呢 他過來之後他要補 這整個是台灣的軍火庫 跟美國的軍火庫整個是串在一起了 我多 你就少一個 少一個你就要增加 那增加在不斷的一直進行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互通有無了 台灣跟美國的軍火庫是互通有無 而且再加上 現在顧力雄已經決定了 取消T政部跟所謂的刺槍術 這兩個東西其實說真的 在美國的眼中看起來 就是極權國家的象徵 而且說真的 T政部也會傷後腦勺 你知道嗎 傷腳腦 會傷腦 會傷腳 更重要的事情 T政部跟刺槍術怎麼打仗 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績要求 美國的戰績要求是要晉升搏鬥 或者是採取任何的戰術來講 你看今天顧力雄說回歸戰術 什麼叫回歸戰術 其實就是美國教官 要來教台灣的阿兵哥 怎麼進行實際作戰的一個做法 你如果說T政部來講的話 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把整個亞太地區所有國家 有T政部的國家拉出來 沒有日本 沒有韓國 那這些國家難道不會打仗嗎 那T政部他才會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時間應該回歸到正常的戰術 然後T政部的時間 刺槍術的時間流出來之後 要幹嘛 總不能去拔草吧 總不能去掃廁所吧 那這些阿兵哥要做什麼 就是學習美國的戰術 這就是美國的指導原則 宇軒 你過去也當過不明牌照 現在 孤力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不刺槍 不踢正部了 保安哥 我看完今年 一屋一年兵 他們手要受到訓練 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一個感覺而已 還好我早當完兵了 不關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汗之後為什麼 因為他很久說 不對阿 宇軒他們現在不是說 要變得很輕鬆嗎 整個都校改嗎 不對 為什麼 他們是把沒有用的 比如說什麼 我放假回家 要每個小時回報 長官就無聊的去掉 T政部去掉 刺槍術法的哥哥 還記不記得 全景吐司 刺 完全沒有那個作用 完全沒有那個屁喔 這些東西刪掉 但你知道換過來是什麼嗎 實打實的硬操演 有夠硬 很硬嗎 他們現在講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 叫做近戰格鬥 我看完那個畫面我嚇死了 各位 就你現在看到這個近戰格鬥 什麼意思 他是要你真的兩個單兵 就進行演練 而且演練的模擬重要是什麼 如果說戰場上發生 你看喔 有人攻擊你拿刀要刺你 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什麼樣的板子 什麼樣的帥 你看他直接把他肩膀壓在那邊 那是壓真的耶 直接摔 不是開玩笑了 你看那個是真的往後 以前呢我們是不是大家都演練過說 單兵注意 單兵注意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來抬頭觀察 由左往右 由右往左 喊口號嘛 但現在不是 他就是說好 比如說真的前方有核爆 請問單兵該如何處事 你就真的要戴著防塗面具 各位你看喔 大太陽底下 這就是我當兵的成功靈喔 戴著防塗面具 然後你看到幹嘛 往前走 然後突然班長一喊 核爆發生了 你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馬上呢 真是毒氣室 毒氣室 裡面放毒氣 保力哥真的放毒氣喔 各位你不要看到他們現在 因為這是鏡頭在拍 來這個就是真的毒氣室了 他們真的要進去裡面 然後給毒氣燻個一分鐘 你看他們在出來之後 每個人趕快拖下來 淚流滿面 因為那個真的很臭 你知道嗎 保力哥 然後他整個淚流滿面的時候 你看他 吐口水 吐不只是吐口水 甚至他會吐 因為真的很痛苦 他們說就讓你體驗到真實 如果這個有毒氣的話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保力哥你知道這特別在哪裡嗎 以前我是做預關的 所以這些訓練 其實我也有訓練過 你就真的要進毒氣室 但他們是兵啦 你怎麼會要每個小兵 也做這種事情 有夠硬 然後真的還要模擬核爆 你知道模擬核爆 那要做什麼嗎 放肆 但你就是說 你真的要蹲在那邊 大太陽底下 戴著防凸面具喔 槍還背在你背後 然後在那邊撐 撐90秒 90秒 你才可以停下來 而這些訓練 現在通通都跑到了 連一般的阿兵哥 一年無一 都得要經過這種訓練 其實他們要不然 都完真的 對 而且有一下我不只是玩真的 連我這種當預關過的喔 我軍關我都沒玩過 你知道玩什麼嗎 戰傷救護 就像你各位看到 他們現在模擬狀況是什麼 以前我們說戰傷救護 就說啊 受傷啊 包扎一下 這樣就好了 現在不是喔 是真的你的同袍 在你面前倒下來 你要怎麼做 你要拖著他先遠離火線 然後到有遮蔽狀況之後 開始幫他綁直血帶 而且叫我關懷 在旁邊什麼 不斷的給你噴 不斷的給你噴 寶貝哥你知道噴什麼嗎 噴什麼 噴血 欸 血膠 噴到你的臉上 不是噴受傷的人 因為你在包扎受傷的人 他是不是會一直流血 血會噴出來 然後一直噴嘛 他就模擬說 你以為這麼好過嗎 我們當然要模擬最新的環境 你看喔 拿著那個血漿 就一直往那個包扎的人身上 一直噴 一直噴 而且他們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有辦法從火線把它 那是血漿 噴了血漿 那怎麼可怕啊 對 而且你看整個現場 畫面拍起來都一片 當必要這個樣子 對 你看阿兵哥緊張到手 一直手忙腳亂 到底是要這樣 你就知道 真的是玩真的 有夠硬 而且我覺得這況是 他們的射擊也是玩真的 而且射擊有算喔 還搞夜間射擊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 在做這種射擊訓練的時候 我那時候拿了 這時候65K2 那種老古董 你知道怎麼射擊法嗎 沒有 這是班兵排好好 然後清槍完畢之後呢 到一個定點 非常的安全的狀況之下 大家一起騎射 射擊 砰 然後就這樣子 他們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什麼 邊跑邊射 嚇死人 他們就說 現在要演練這種 快速移動射擊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說不行 馬上的 立射 貴射 握射 三個叫輪流交替 對 因為貴射 立射 握射 是我們大家都學過 但是從來沒有學過 說組合在一起啊 等於說 他是不是有陸陸續續 前後方有很多眼閉 而且你看喔 為什麼槍會震動 你知道嗎 因為時代 那打針的 真的不是可以開玩笑 所以等於是我移動到這個地點 開始射擊 然後呢再跑到另外一個地點 趴下再射擊 再跑到另外一個地點 蹲著再射擊 甚至立射 握射 趴射 全部都要會 而且最厲害還是什麼 這個我就真的沒有玩過了 以前呢 晚上我行軍喔 頂多唱唱夜襲喔 走走路唱唱軍歌 他說不是 你要夜間射擊 夜間射擊 對 你知道夜間射擊 怎麼個射擊法 真的還假的 開玩笑 真的 他們是到了靶場之後 你知道嗎 定點之後 原本會有開燈喔 就大家確定完畢之後 然後說好 要射擊了 把你燈關掉 讓你在暗檸檬整看不到 你說宇軒他該怎麼辦 那打什麼 他有夜視鏡 有夜視鏡 對 我們國軍兵工廠 最新生產出來的夜視鏡 所以他等於是說 讓你提前體驗說 到底用這種夜視鏡的方式 你要怎麼瞄準 甚至在晚上 因為拜託 戰爭又不會管你白天要晚上 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烏二戰爭 打得可兇了 對不對 無人艇到處撞 而這整個東西呢 他們最後還會把 不是 你知道嗎 以前夜教的時候 我最喜歡去墳墓 墳墓前面會有水泥 躺在水泥上面 就不會有螞蟻來咬你 結果他們現在 夜教是真的要射擊 對 夜教要射擊 而且也是確實 躺在那個冰冰娘娘附近 只不過手上都一把槍 然後還要開槍 所以他們還現在把整套的 我們剛才講到零零鐘的 你以為都是分開嗎 不是 他在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建設 建設的時候震撼教育 什麼 把你所學所會 我已經不知道多久 沒有看到這種爬豪溝了 你知道嗎 爬這種鐵絲網了 對 連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時候當兵的時候 大概十幾年前 也沒有玩這麼硬啊 還真的要 你看到 所以等於說包括 單兵小組作戰 要如何掩蔽如何遮蔽 然後呢 再包括他們先前所演練的 這種射擊的部分 甚至爬豪溝 把全部的東西綜合在一起 但是還有要求 這個是一般兵 一般兵喔 一般兵要這樣玩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 合格的步槍兵 竟然要做到這些事情 而且實戰射擊裡面呢 總共有18發 而且要達到9發 或超過9發 通通的要重把 才叫做合格 這誇張是 你現在不是要叫召嗎 叫召也要夜間射擊 對 包括 各位 我跟報告 我之前也有去過叫召 那去過叫召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打步槍 這沒什麼大不了 第二個我們講 打排擊 這倒是有點新的體驗 但我也沒有什麼夜間射擊 他竟然說也是叫召 裝著這種 TS-84的夜視器 然後很多人都很興奮說 我叫召這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說 竟然連叫召還可以玩到夜視鏡 而且保留更知道 夜視鏡的構想是來自哪裡嗎 他們直接講 喔 我們這個就是 比召烏二戰爭 因為烏二戰爭呢 有這套夜視鏡 所以我們當然要拿這個 我夜視鏡真的看得到 對 而且還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叫召用的比較爛 叫TS-84 但是我們現在 四關兵用的非常好 是我們最新兵工廠生產出來的 叫做TS-96 你知道他厲害在哪裡嗎 第一個 他除了他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指揮官 像我這樣步兵指揮官我帶了嘛 我就帶那種雙眼的 然後是只有一個孔的那種的 喔 雙眼一孔 但是那種小兵有沒有 就拿那種一眼一孔 裝在槍上的 有槍可以用的不錯 但是性能好不好 真的好 因為好到就是說呢 他們除了辨識之外 如果說你看不清楚 還有紅外線可以額外的去增設 這是過去用的 對 補強你 這就是我們講指揮官使用的 還可以補強你的這種視覺是辨識 但你講不對啊 宇全 他這樣一片黑漆漆亂七八糟 那如果打到有金怎麼辦 他們也想到了 他們比照烏克蘭所使用的這個叫做 IR螢光棒有沒有 平常白天看他只是正常的灰色 結果到了晚上 在夜視鏡裡面 透過夜視鏡觀看 他會反射 所以你看到夜視鏡照的畫面 你看原本沒有變色對不對 後來變色了 所以你就知道 喔 看到中華民國的 敵我變色 敵我變色 所以這全部都想到 不是跟你玩半家加久 也不是跟你玩假的 而且現在剛剛講到 現在我們講 我把一些特戰的訓練 以前我們講的城市作戰 只有這個軍官才做訓練的 現在把這個一般的特總兵 一般的縣兵的這個特戰訓練 也放到一般阿兵哥了 欸 這一年他們到底要幹嘛 對 一年很充實 真的有點忙 難怪沒有時間這個拔草掃廁 為什麼 因為我先前參加過特勤的這種 參觀過這種特勤的這種 記者會 他們才會有這種 我們講的 CQB的這種 這種我們講的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限制劇作戰 為什麼 他們等於是說 我要在這個狹小的 可能25公尺範圍內的空間 然後來進行演練 那你說這跟我們剛才講的 這些差來 當然差的可多了 你如果玩過射擊 有些事 請問一下你如果突然 頭從轉角伸出去 會怎麼樣 會被爆頭 不能伸頭 不能伸頭 一定會被爆頭 但講白了 你這個沒有訓練過怎麼知道 所以他們訓練什麼 你就看到像那種 美國這種 這種外國電影一樣 手肩大的肩 然後呈現這個 一整個中隊 小組作戰的方式 而且還有編小組 就是SUT 所以以後我們要學 國外這樣的影片 對 沒有錯 比如說破門之後 你看他會做什麼 比如說先一個人先開火 壓制敵軍 然後你看那個就是 示意說就是有壞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 你說先丟震撼帶 或先丟煙霧帶 丟進去了以後 我才衝進去 當然沒有錯 而且然後牽進去你看 他不是隨便亂衝 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在門左邊的人往右走 門右邊的人往左走 為什麼 交叉火力掩護 而且才確保說沒有任何死角 而這一套系統 未來也會應用在 我們的國軍訓練上面 所以你看到 你才了解說 難怪為什麼要有夜視鏡 難怪為什麼要進行 什麼晉升格鬥 這些東西都是一套套的 代表等到你前面的這些東西 訓練好之後 到了後面真的實戰 真的成政戰 真的發揮戰場作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起到喜笑 美國軍火商之前不是講說 來了三十個嗎 來了三個非常微妙的是 他們先去哪裡 先去漢陽看 去漢陽看完了以後 美國就宣布說 我現在F-16的這個備品 F-16的設備 甚至這些東西 直接從美國的軍火箱 都來代表是已經有談好了 另外就是 他們要來台灣 投資台灣 投資台灣他們講的 國防大廠諾格他講 請台灣加入我們的供應鏈 加入什麼供應鏈 有兩個非常關鍵的 一個是三十公里的鏈炮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一個所謂的榴彈炮 現在都可以由台灣自己來做了 對 其實保安哥 在我們的過去來講的話 台灣對於他們的 金火商來講 我們是一個什麼角色 我們就是consumer 我們就是一個消費者 我們想盡辦法 拜託你來賣我們M1A2 然後呢 我們所有的東西要跟你買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諾格就直接告訴大家 請台灣加入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要做什麼 做它三十公里的鏈炮的彈藥 這個很難嗎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你不要看它只是說 好像是它的規格比較複雜 其實不是 它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的一個火藥的成分 非常的精密 在過去來講的話 諾格它是不會 把這東西告訴你的 它是弄完之後 我來賣給你 但是它現在來講 我們台灣變長的供應鏈 代表什麼意思 你的火藥配比 你要不要告訴我 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才有辦法生產嘛 那除了這個火藥配比之外的話 因為它在M1A2上面 你要快速的打出去 你所有的東西 你要非常的精準 不然的話 鍛鍊怎麼辦 不然的話 糖炸怎麼辦 所以這個東西代表說 我當然是彈藥 我的彈殼 還有我剛剛講的鏈炮裡面 我中間的這個鏈結的方式 對 也都是技術 這些東西都是技術 都是機密 都是精明的一個機密 現在來做完之後 諾格還講了一個重點 它不是說你自己用了自己生產 它說如果可能的話 也會變成諾格的全球供應商 那你是不是又想到我們以前 我們以前台灣的生產子彈 也是全球有名 那這個東西進來之後呢 你又可以加強台灣 在全球上面的一個產業鏈 那更特別的一件事是說 你看諾格是什麼 美國的國防大廠 但是呢 它的執行廠卻是台灣人 然後呢 它從哪邊出來的 它從中正理工學院畢業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在方方面面 我們的台灣英娜 然後呢 其他我們在這個供應鏈上面 都有新的一個地位 所以它是直接跟我們的兵工廠 跟我們的202兵工廠 跟我們的204兵工廠 一起合作的 對 所以以後的話 我們以前快速生產的一個子彈 我們的產量非常大 以後可以做這種高級的 煉炮的一個彈藥了 好的 現在美國也釋出了一些照片 我們講的 為什麼美國現在要大量的控制AI 我們正講AI很多次 用在它的國防工業上 現在他們就釋出了 之前我們不是曉得 它不是腰五榴彈炮嗎 它腰五榴彈炮嗎 它腰五榴彈炮做得非常慢 用人工的去慢慢弄 他說沒有 現在導播我們看畫面 它現在已經可以用機器人 用AI去生產炮彈 炮彈以前 美國一個月只能生產 一萬枚的腰五榴彈炮 現在光這個工廠 一個月就三萬枚了 對 我們來講 腰五榴彈炮是什麼 它是一個很高科技的嗎 不是 它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它用了 它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量大 量大便是美 它只要能夠有很大量很大量的話 像五二戰爭 你打出去之後 你聲音夠響亮 你量夠大 你就可以阻卻對方的一個前進 可是過去為什麼每次都會傳出一個消息 腰五榴彈炮缺貨 因為你想想看 以前那個畫面是怎麼樣 它把腰五榴彈炮 像是一個菜刀一樣在做 你要人工去弄 人工去調整 然後你要像古代 中古世紀一樣 你去做中古世紀的刀 你要幹嘛 燒一燒之後 然後出來脆火 然後燒一燒之後 然後出來對火 你這東西來講 一點都沒有現代感 以前 對 以前這樣慢慢磨 以前慢慢磨 然後慢慢敲 然後人工慢慢的塗裝 現在不用 現在AI之後 就是這個綠色的機器人 它直接把你抓好之後 就像是肋膏 就像是你在摸陶土一樣 快速的鋼胚 轉動完之後 直接弄好 對 轉動完之後 告訴你成型了 OK了 你是整個鋼胚進去的 所以你沒有平管的問題 然後甚至你弄完之後 你用機器人直接把它 支一次 從頭看到尾之後 就可以這樣子 跑出來了 然後流到泡的鋼胚 就出來了 現在的鋼胚 現在的熱斷打磨 都是有 對 它是用機器人 而且是一體成型的 然後弄完之後 你再用一個AI技術 你再把它保一次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每一分每一理 到底有沒有符合標準 所以好了之後 就進入到下一個 所以這個檢查 也是機器人來檢查 對 機器人只要掃 一次之後呢 從內到外 它就可以知道說 你每個蛋殼 你每個問題 到底合不OK 所以你就不用 像它中古斯基一樣 斷刀一樣 慢慢打 慢慢的脆火 這個東西弄下去之後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個月 就可以生產3萬 而且代表說 如果我還有需要 機器人跟一般員工不一樣 你只要再弄一個 綠色機器人來 那就是6萬 你弄10個就是30萬 所以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的話 數大便是美 只要用這種機器人 用人工的話 用AI人工智慧的話 那你要多少 1155的流動炮 就有多少 而且他們現在太空總署 也就是他們現在 整個太空軍 也跟AI在合作 對 現在來說的話 整個太空軍 把它給動起來了 好 我們先來講 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它對付兩個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無人機 你看到烏爾戰場的時候 那個時候 烏克蘭的無人機 不是飛到天空上 直接把俄羅斯的 砰 從上面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 開罐頭 你的戰車就爆炸 後來俄羅斯做什麼事情 雖然很醜 但是有用 它弄個龜殼 把它弄在上面 弄在上面 你以為可以了嗎 後來現在來講 烏克蘭的無人機 可以飛到很低空 直接從你的觀景上裡面 打進去 所以 剛剛講原來拜登 不是直接講說 今天如果兩岸發生 戰端的話 美國的軍事會介入 這個軍事介入的時候 他居然還跟習近平 警告過說 你不要 我的理由 讓你不能改變現狀 而這個嘴巴不是講說 我不要讓你改變現狀之外 第一個 我跟拉邦結派 把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把這個印度 全部拉進來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要把台灣 側頭側尾的改變 連踢正步刺槍都沒有了 你在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拜登的 這個對習近平的策略 他剛剛講的就是 要維持現狀 對 那維持現狀 到底這個是誰定義 誰定義的現狀 美國定義的 所以美國在拉邦結派是40 美國在菲律賓增加11個基地也是40 對 然後美國有這個 濱海作戰團到亞太地區的部署 這都是40 對 那這些都改變現狀了 對不對 那相對的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 解放軍的空軍 每天在台灣的上空飛來飛去 也是40 所以現況已經不斷地在改變中 但是兵力的對比有沒有改變 所以在實質上的時候 我們當然有聲力量的這個計算 到底是怎麼去評估這個事情 所以當拜登講說 我要讓你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改變現狀 而且是給予解放軍非常大的一個阻嚇力量 一個很大的震嚇力量壓制他 所以他才有把握 他等於恐嚇習近平說 恐嚇 我就是比你要強勢 菲律賓的這個提風系統 他包括從日本的這些小島裡面的這種 這種整個這種陸戰隊的這種機動性 已經完全破壞掉了A2AD了嘛 已經可以攻擊到他的 他的中程飛彈 已經可以無限制選擇目標打到北京了 對 那你看那在相對而言的話 解放軍有沒有力量去攻到華盛頓嗎 沒有 沒有嘛 所以這個就是軍力的一個對比關係啦 那當然這裡面有個困難就是說 其實北京當局現在非常困難 這是個困難的現實的問題 好了 回到一台臺灣的問題來講的話 臺灣的問題來講的話 目前的這個新政府 我覺得已經跟美軍完全直接接軌 那這個接軌的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軍事的訓練內容 我們現在你要知道 臺灣的國軍的兵力 目前我們維持到二十萬兵力左右 不管怎麼講 我們要扣掉有四成的這個後勤 後勤力量的話 大概還有將近有六成的兵力 作戰兵員 對 作戰兵員有超過十二萬 大概十二三萬左右 十二三萬的作戰兵員 要面對到解放軍來 如果要攻台的情況之下 你到底要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嗎 所以美軍現在直接 據我知道 大概已經美軍進入臺灣 來做所謂的這個 在做教官 在協助訓練這個工作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已經有一兩年以上的時間 那越來越深入的話 對臺灣本身的這種 基層兵力的戰略提升來講 非常重要 當臺灣的子弟喜歡當兵來 保護臺灣的時候 那這個國家 就有機會長治久安 網路新聞看東森 電視也要 媒體影響力之冠 最廣視野 最深角度 帶您看世界 BBC東森新聞 現在公布了全球十大市值排行 大家非常驚訝 這NVTR一下排到第二了 它現在改離微軟也沒有差多少了 可是你把這個十大市值公司 它不是只有美國 它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市值 十大公司 居然有七家都跟臺灣的供應鏈有關係 也就是當臺灣有狀況的話 這七家都會受到傷害 是啊事實上呢為什麼 就是如果昨天有在關心美國的人 你會發現灰達現在在昨天 已經超越蘋果了 而且它竟然從兩兆美元的一個市值 到三兆美元的市值 只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 那現在大家會想說 除了這一點 讓人家覺得非常吃驚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攤開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 竟然有七家背後的一個相關的供應業 都是跟臺灣有相當大的關聯 包括微軟 灰達 蘋果 阿發貝 還有亞馬遜這些全部都是一樣 那最主要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第十大台積電 這些每一家幾乎都是台積電的客戶 所以這也就是人家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這個NVIDIA在靠臺灣 連整個全世界前十大市值裡面 有七家就靠臺灣 主要就跟台積電 或者是整個臺灣的供應鏈關係 息息相關 也就是你今天要做高速運算 你今天要做個所謂的這個AI的訓算 你這些東西都需要台積電的晶片 跟臺灣的供應鏈 對 所以現在有人包括像NVIDIA 我們知道黃仁薛現在離開臺灣吧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 把這個臺灣供應鏈 包括AI供應鏈的上游 中游 下游 全部把它攤開來 攤開來你就會發現像什麼GPU CPU的部分 主要也是誰 看起來當然是超微 或者是Intel 輝達 或者是AMD 但是誰幫他們做這些晶片的 他們背後的供應鏈是誰 其實還是我們臺灣的這一些 台積電 聯發科 廣達 然後雲達這些 全部都是同一套 那他們都講到說 事實上你現在檯面上看的這些品牌 後面的供應鏈跟臺灣就息息相關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講到AI時代 事實上就誠如黃仁薛所講的 臺灣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其實超乎預期的重要 我跟你講我那個黃仁薛 他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人家就有很多各個不同國家記者 來問他問題 人家問他說 你的這個晶片感覺賣得非常貴 他說你覺得賣得非常貴的原因是 因為你沒有看到未來的爆發潛力 然後他就講完了之後 最後一個臺灣記者問他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只選在臺灣投資 然後他竟然就講了一個 他就說因為台積電是一個 你完全不可或缺的朋友 這不可或缺的朋友 包括於你對他的信任 他就說臺灣為什麼是我們 這一些大廠要來投資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信任感 我們認為我們把最新的技術放在這裡 我們不會面臨到未來 扶植出另外一個競爭對手 而且接下來 臺灣不是說我們作為供應商 現在也講了 如果不可以跟大數據結合 那個獲益更大了 是其實現在大家還在focus什麼 focusAI的一個代工 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所謂的伺服器 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機器人 但是事實上陳榕基點出一個重點 他說OpenAI一出來之後 帶動了整個所謂的AI晶片的一個 彭博士的發展 但是OpenAI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把所有資料丟到OpenAI 你等於是幫OpenAI這家公司 去訓練他的OpenAI 然後他有面臨到一個 就是我的客戶資料 我的一個相關的訊息 我要共享給你 這就是為什麼他判斷 OpenAI會有他的局限性 他認為台灣最重要一個發展性 是什麼 在AI世代 就是我們要把硬體跟軟體 進行一個相關的結合 他說這也是 就是華人軒 NVIDIA未來要做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一套 超級電腦帶回家 然後帶回家之後 你可以去為你自己的資料 你可以為你自己的商業機密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所訓練出來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你不會跟別人 不會偷走你任何技術 別人不會切決你任何的相關的 一個最重要的 台灣現在有這樣做了嗎 是台灣已經有這樣做 誰這樣做 他們攜手的合作對象 其實竟然是長庚醫院 而且呢 是長庚醫院過去這幾年來 已經買了好幾台的 就是NVIDIA的那個 超級電腦進去 包括他們訓練什麼 把相關的病 客戶的病人的相關資料 全部你的一些切片啊 你的一個體內的狀況啊 你的一個腸胃鏡啊 你的洗肉 他開始餵養他的這個機器之後 未來他可以協助這個醫生 進行相關的一個判斷 進行相關的診斷 所以他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我這個病人 我進去之後 我的腸胃鏡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我的洗肉怎麼樣 他就會告訴你 如果透過我們的這個模擬 幾年之內 如果你不去照料他的話 你可能會變成是大腸癌 那你要有什麼樣的 幾公分之內可以切除掉 幾公分之內 你可以跟他和平共處 這些都是未來AI 可以應用的部分 還有我剛剛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跟醫美相關 因為我們現在醫美 我們這樣子可能給醫生看啊 你哪邊高高高高低 我跟你講 如果這些 我們像你這個臉 不斷的去弄去弄去弄 然後變成一個資料庫之後 他透過AI 他就變成是 你要不要做什麼 好我現在可以給你看 你未來 比如說你的鼻子要怎麼 龍幾公分 你弄幾公分 然後你法令為什麼 他可以呈現在你面前 所以你自己可以選擇 我在不同的劑量 我做了什麼樣的手術 我可能打了玻尿酸 我可能打了肉毒管徑 我未來的臉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變成是 你要打進去才知道 未來不是 未來透過AI 這些都會可以告訴你 好所以KB 剛才講現在全世界 十大的市值公司 七家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 也難怪說 現在美國已經把台灣 變成它的核心利益了 我告訴各位 寶傑 你知道嗎 去年美國的第一腰股是誰 大家知不知道 美超圍 美超圍之前 誰會認識美超圍 後來才發現 這是我們台灣的良健厚 美超圍 然後他去年長了7.7倍 那今年從1月到3月 到1月3第一季 又長了兩倍 對 那後來他為什麼 他不長得快十倍了 後來為什麼會修正下來 非常好笑 因為華爾他要募資 華爾街就說 你價位長這麼高 我要找誰來認你 這麼高的價位 後來就好像有技巧的 讓他慢慢的滑落下來 好 重點是什麼 我們台灣廠商 跟這種所謂的 就像這次NVIDIA來 像美超圍 我們不但有機會發光 我們還可以 共存共榮之外 水漲船高 好相堪行 我舉兩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有一家公司 非常好 老闆也很有名 叫做華太 他的老闆叫做杜俊遠 以前是慈濟的 慈濟的 我們說他是慈濟的大善人 他有人說 他怎麼在貢獻職業 好像對經營事業更積極 這家公司呢 他是全世界金三角 是這個全世界第一大的 這個記憶體的模組 的金士頓 跟這個我們最大的 這個控制IC的群聯 跟他的封裝 這個NVIDIA的封裝 組成金三角 可是這家公司很奇怪 這十幾年來 股價都是只有在20塊 他也有成交量 可是就是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突然間去年 因為跟著 這個跟著美超圍 傳出來什麼 他成為美超圍的 伺服器的主機板 伺服器呢 大家昨天看到那個美超圍 這個黃區美超圍裡面 說這很漂亮 你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東西嗎 那個整個的抽地拉出 像一個一個抽地拉出來 中間就是所謂的一個主機板 主機板是誰代工的 主機板就是華泰代工的 這個華泰本身來幫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美超圍 代工這個主機板的消息 傳出來之後 竟然從去年啊 從這個所謂的 從這個去年 一直漲到了 這個去年 從這個五月 漲到了今年的二月 漲了三點六倍 一個好公司 可是每次就很奇怪 就是很溫吞不然不幸 突然間因為美超圍 就是整個大漲下來 因為他做的是 最重要的主機板嘛 因為你說那個 任何的這個所謂機櫃 拉出來 漲了三點六倍 對 三點六倍 那每次主機板上面 就主機板放了CPU GPU NPU 等於說放了各種的原件 那主機板就像一個 最重要的地板 就是你一定要必備的 所以說他就 突然間整個股性 都活絡起來了 他本身也有做什麼 做那個我們國家 太空衛星 浮衛這個變風澤號的 什麼GPS追蹤 好 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昨天那個美超 這個很漂亮 整個機櫃很漂亮 對不對 大家知道嗎 那個機櫃是誰做的 是梁建後的弟弟的公司做的 他弟弟做的 他整個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所謂的 power supply 是誰做的 也是他弟弟做的 梁建後有三個弟弟 一個叫做梁建 他梁建後有 一個叫梁建發 梁建達 梁建國 那梁建發跟梁建達 梁建發跟梁建達 本身也是美超圍那個 伺服器那個 供應鏈 對 一個是那個即可的供應鏈 一個是這個power supply的 電源供應鏈的供應鏈 人家說 那他就他扶植了他的弟弟賺 還不只這樣 非常有趣 有一家公司呢 叫做利台 利台這家公司 以前就是很奇怪 沒有賺錢的公司 美式股價 這個也是 在這個時候 他是做顯示卡的 那你知道嗎 他去年說 喊說要募資 說要募資的時候 大家覺得你要募資股價 也要稍微活潑一下 你募資的時間快到了 你股價怎麼都沒有動靜 突然間 在去年 很奇怪喔 有一天突然間掌停板 亮燈掌停板之後 傳出來他募資成功了 是誰進去了呢 原來就是梁建發跟梁建達 兩個兄弟 把他的募資的這個 所謂的2.5 全部把它吃下來 大家才會發現說 原來利台你這家公司 30年前跟梁建 跟這個梁建後家族就認識了 對 後來呢 他們早期的時候 他也沉浸在 那時候這個美超委還沒掛牌的時候 他就曾經投資過他 基於這樣的一個交情 也是說這個互惠 然後他五年前 在這個黃仁勳的那個GTC 這個大會 黃仁勳的NVIDIA大會 他們碰到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協議說 我們要來互相來做一個合作 那因為他不方便直接投資 這個所謂的美超委 他就他的他的弟弟 美超委不方便直接投資他的這個利台 就由他的弟弟梁建發 梁建達來投資這個所謂利台 所以利台你知道嗎 都有人脈關係的 對 利台竟然從去年八月一攤 等於說股價沒有什麼成交 突然間漲停滿之後 一路飆 從338 漲停滿40塊之後 一路飆到173 漲4倍 所以說呢 其實那因為 所以說我們說台灣其實有很多廠商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天是地利人格 只要你有這個技術 那因為我們說又有這個地緣關係 互相堪行 我覺得那這次美超委 這一次因為他本身要來台灣跟日月光 弄資料中心 大家有沒有感覺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他以前只是幫黃仁勳做代工 做那個整個伺服器出貨給人家 現在他也可以跟人家主導來做資料中心 我相信其他的這些所謂的像利台啊 像這個華泰都能夠跟著美超委 一起來做發光發熱 所以會者 過去都以為說我們台灣的未來都要依靠中國大陸 我們的市場要在那地方 我們工廠要在那邊結合 可是現在感覺上不一樣了 真的是一人一家台 公媽是一人在 這除了說我們剛剛講的工廠慢慢移開了以外 現在來講你總是有很大的市場嘛 被認為說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這我們要去做服務業 我們要去做餐飲業 就這些服務業跟餐飲業 也都慢慢離開了 是 寶杰哥 當你的外資撤出的情況之下 當中國的消費市場開始低迷不振之下 什麼也會跑 餐飲業者也要跟著跑 沒有辦法 如果他不跑的話 他在光是中國虧損 就讓他真的是虧損 像以干杯來講 干杯我們知道事實上 在台灣這個部分 其實發展非常好 你知道過去這兩三年 干杯竟然還在台灣 還繼續在拓展店 已經有50幾家店 但是他在中國竟然從24家 少成22家 再少成19家 那為什麼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COVID-19的情況 他們本來就覺得說 那我們應撐好了 我們關了兩家 我們從24家 關到要撐兩家 沒有想到COVID-19之後 他的整個一個需求沒有回來 就一樣是低迷不振 他說那沒辦法 沒辦法 我們只好關 結果再減少加速 然後加碼台灣投資 所以他們變成是 現在餐飲業者 當你離開中國 把這個賠錢貨 越減越少 情況之下 獲利竟然開始成長了 因為台灣這個部分 獲利成長 那另外除了是干杯之外 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瓦城 包括成品 包括那個網品 都是同樣狀況 尤其像是瓦城 他就把他們的石箱 還有瓦城的這個相關的品牌 在中國都已經關掉 關到現在事實上 他本來在關之前 每一年光是認定的 中國這個部分 虧了大概還有1.1億 就關掉之後 哇塞他的去年 獲利竟然來到4.41 已經創了EPS 超過一個資本 所以他們就講到說 真的你把這個中國的賠錢 或關掉的情況之下 真的對於整體的效益比較好 網品也是同樣的狀況 而且我沒有想到說 現在台灣離開中國 卻去美國了 是 為什麼說去美國呢 因為美國這個部分 光是我們的珍珠奶茶 真的是 還有冰品這個部分 在美國越來越高 他們就說 為什麼珍珠奶茶 在美國不是很多年了嗎 為什麼現在珍珠奶茶 感覺上又越來越火紅 因為你看 光我們的珍珠奶茶 可以玩出這麼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你看現在連誰 連比爾蓋茲 他竟然就在紐約非常有名的 一個他們的一個 算是咖啡廳 然後後面還是帝國大俠 然後在那邊幹嘛 吃珍珠奶茶 而且跟誰 跟他女兒耶 在喝珍珠奶茶 他的珍珠奶茶 而且是他自己PO在他自己的社群網站上 他的是沒有加奶的 就是純茶 然後他的那個女兒 他喜歡珍珠奶茶 對 這樣喜歡珍珠奶茶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這個珍珠奶茶 你可以各種客製化不同選擇 還有可以弄出很多的花樣 所以現在珍珠奶茶 預計了2030年 在美國的整個產業高達40億美元 拜登講中國的經濟快崩潰了 就崩潰有一個數字 或一個指標 中國的國際 照講國際是國英的 你照講應該是正本的經營吧 有沒有 他們現在國際造假的事件 越來越嚴重 居然有一個井舟港 四年虛報收入達到390億 對 沒錯 事實上拜登不斷來唱隨中國的這個經濟 他就說 中國的經濟很蓬勃發展嗎 得了吧 他就用這樣來講 好 但是我們來講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指標 就是中國的國企 你看中國的房企 已經倒得差不多了 中國的大型的這個科技股 目前為止大概也是遙遙欲墜 就沒有 如果你連國企都撐不起來的話 那中國還有什麼企業可以撐起來呢 那這裡被他談到一個叫做 錦州港的這個股份公司 然後因為他怎麼樣 他說 關於實施其他風險警示 寄股票停牌的公告 就說 我們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們要停牌了 簡單來講的話要調查 而且目前為止停止交易 好 那為什麼要停止交易呢 寶傑 因為人家要去查 我們前一陣子不是習近平說 我們要倒查10年嗎 他在針對很多企業很多地方 都要倒查10年 結果倒查10年之後 他們就他們相關的組織的人員 就進去查這家公司 不查還好 一查他發現到說 你居然造假你的營收 他從2018年到2021年 這麼多年喔 然後分別是造假 35.8% 這個營收 假的 然後15.6% 就是把它虛灌 虛灌38% 然後虛灌56% 36% 還有2.56% 都都是虛灌營收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還虛灌獲利 虛灌獲利 佔他們的額度大概是5.7% 17.78% 18.3% 還有47.5% 所以等於說 你的營收是假的 然後結果你的獲利也是假的 兩個都是虛灌 那根本沒那麼多 因為去實際去查核對賬之後 發現到說 慘了 你這是黑白變的 好 那所以呢 因為他這樣關係 所以因為他做假賬 所以他現在必須就是停牌 就是你現在也被打到 停牌的這個狀況 那你想說 那不是就騙人家投資嗎 那你想說只有這間嗎 沒有 我們跟大家講 事實上我們剛才講的景州港 景州港 因為目前股價一直往下跌 對不對 他的實際控制人 是國營的這個資產管理委員會 然後有10萬股東 現在沒辦法 因為股市已經停牌了 那你說只有這家公司沒有 還有一個叫深圳市的這個 特發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他也是做假賬 他從2015年到2019年 連續5年造假 就造假你看他的股價 連續中國有跌停板 連續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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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股東12萬就不見了 再來還有海峽創新 他是平坦的國資局的管理 結果他也是虛假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